杰斯德雷 各位雲雲周深 大家平安 哈囉 我是Johnny 你們也可以稱呼我為大寶法王 就是大家的保險法之王 我呢 研究金融保險以及相關的法律很多年 根據統計呢 其實一般的民眾他買的最多的就是意外險 如果你是因為馬上風而爽死的話 意外險到底賠不賠 有一個真實的案例是這樣子 A先生呢 他看了格雷的50道陰影之後呢 他回家就要找他的老婆如法炮製一番 那麼在壞壞的過程當中呢 A先生呢 因為這樣子的新鮮感 他帶來的莫大的刺激 就在他的興奮度爽度 一直上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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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上衝的時候 忽然間 A先生一個癱瘓倒下 送醫之後呢 竟然回天乏術 經過診斷呢 死亡的原因呢 就是心臟衰竭 A太太呢 他就向王夫的保險公司請求意外險的禮賠 沒想到 這個時候保險公司竟然對A太太說 馬上風不是意外 我們不賠 其實馬上風 專業一點的來說 叫做性猝死 指的就是男性或女性在性愛的時候發生了猝死的現象 這個猝死的現象呢 很可能是因為中風 心肌梗塞 心跳停止 心臟衰竭 或甚至是熱衰竭造成的 這種性猝死的現象呢 也就是一般我們俗話所稱的 男生叫做馬上風 女性呢 叫做胯下風 男女造成馬上風猝死的比例呢 是8比2 所以各位男性的觀眾朋友 大家可能是馬上風的高危險群喔 意外呢 他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叫做外來 第二個叫突發 第三個叫不可遇見 不是內在所發生的一切的原因 都叫做外來 第一個就叫做疾病 第二個呢 叫做器官衰竭 第三個叫做細菌感染 第四個呢 叫做衰老死亡 這些全部都是內在 突發就是說 你不是故意導致這個事故的發生 而且這個事故呢 也不是因為一個漸進的事件 所導致的必然的結果 例如人 會漸漸因為年紀的增長而衰老死亡 或者因為長期的疲勞的累積 導致過勞死 這個也是漸進式的 都不能夠叫做突發 所謂的不可遇見就是 對於事故的結果 沒有辦法預先的想到 例如說 游泳死亡會是一個意外事故 因為死亡的結果是你當初所不可遇見的 那我們了解了什麼是意外之後呢 現在要進入中央 馬上峰到底算不算是意外呢 台後關來 法王得到一個歧視 其實啊 這個不能夠一概而論 但是重點都在於說 你請求意外險保險金的人 你必須要證明意外的存在 也就是要證明說 導致死亡的原因呢 要具有外來突發不可遇見的 這三個要素 到底這個馬上峰是不是意外呢 我們就用這三個要素呢 一一的來分析給大家聽 如果說 你本身就有高血壓 或者是心臟血管的疾病 醫生也曾經警告過你說 不好意思喔 你不能夠從事太激烈的運動 這個時候 你如果因為啪啪啪的時候太過激烈 而引發了你的心臟病 或者因為血壓突然升高 血管爆掉中風死亡 就會被保險公司和法院認定說 不好意思 你這個叫做內在原因所產生的 氣管衰竭 它就不是意外囉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你本身沒有任何的心臟病死 沒有任何的高血壓 你根本就不是馬上峰的高危險群嘛 你卻還是因為馬上峰引起心臟衰竭 中風猝死 甚至是熱衰竭的話 這個時候你只要證明說 你的心臟衰竭 你的中風或熱衰竭 是有外力的介入 就可以由意外險來理賠 那這個外在的因素 像你外在劇烈的一個運動啦 或者是外在環境過熱過冷等等的情形呢 都有可能 以前法院就有一個判決 有一位銀行經理參加路跑 跑到終點的時候也是一樣突然貪軟倒地 最後經過診斷 他是因為熱衰竭而死亡 最後法醫相驗的結果 我認為是路跑以後體溫升高 加上外在環境溫度過高 導致這位銀行經理就不幸往生了 所以說法院就認定是意外 如果你有高血壓或心臟病死的話 法王在這裡還是要告訴你 你就是馬上峰的高危險群 如果你真的太愛到農情蜜意 在從事愛情動作的時候 太high突然就 不好意思 保險公司決定要不要理賠的時候 他就會去調你的病歷 一旦他從你的病歷裡面看到 你的病死和死亡的原因 直接有關係的話 保險公司就會說 你這個叫做疾病或者是器官衰竭的死亡 不是意外 相反的如果你沒有病死 卻因為愛愛而猝死 保險公司還是會賠的喔 不過法王還是要奉勸各位 不要因為你健康在做愛情運動的時候 就盡量放縱自己 嘗試一些高難度或者是高強度的行為 各位還是要量力而為 畢竟嘛 保險只是保一個萬一 絕對換不回健康和寶貴的生命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市面上各種保單上 似是而非的講法 為弱勢的雲雲眾生 向保險公司爭取權益 點亮一盞明燈 你如果有任何的保險上面的一個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讚、訂閱、分享 並且按一下我們的小鈴鐺喔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